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解釋一下 OK OK 有同学不知道 那这是一个美国发起的网站 它就是基本上就是 它用一种方式就是在讲说 每个人家里都有一张沙发 那如果我们可以用这张沙发来接待 从异乡来的旅人 然后跟他做文化交流 就有点像刚志文讲 ISIS跟美国不同文化 很容易因为沟通不良产生误会 那我们能不能透过一种 接待一个异乡人 接待一个异文化的人的方式去理解他 所以这个网站它的意思说 我接待旅客我是不用钱的 我免费接待就是从异乡来的旅人 来我家睡我们家的沙发 因为每个人家基本上都有一张沙发 晚上如果没有要通宵看电视的话 那张沙发通常都是空着的 所以就可以很适合拿来接待旅人 那其实这本书讲的是 我24岁那一年我大学毕业 然后我去欧洲旅行了14个月的 用沙发冲浪的方式旅行了 14个月的这段经历 但是其实这本书在还没有写成之前 我就已经有书名了 我心里已经有书名了 我把眼镜打下来好了 我心里就已经有书名了 那我那个时候其实书名想取的 就是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叫消失的一年 但是那个时候呢 书写完了以后我就跟我的出版社编辑说 我书名要取消失的一年 然后我的编辑就 编辑跟我一样大 他是一个男生 一个很可爱的男生 他就说 他表情就很为难 他就说 我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像是一个 那种卖不好的言情小说 就是 他说我们可以不用这个名字 那后来我也尊重他 我们沟通了以后 就取了我睡了81个人的沙发这样子 但其实对我来说 消失的一年是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其实我觉得是这本书的精髓 所以后来我就用 一个尖巧的方式 把它用英文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The Disappeared Year 藏在一个副表题的英文书名里面 就是我还是要保留这个书名 那消失的一年是什么意思 其实消失的一年对我来说 就是所谓正规人生中 我消失了 什么叫正规的人生 正规人生就是说 我们正规人生就是 你是学生你就尽你的本分你就读书 然后如果你已经毕业了 你就是好好去工作 如果你不是学生 你没有在学习 也没有在工作 那你感觉就是一个不正经的人 就是你是脱离这个社会的一个齿轮 一个正规的一个路线里面 所以对我来说 消失的一年就是从正规的人生中消失这样子 那其实请大家回想 我不知道你们的成长经验是不是跟我一样 很小的时候你就一直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 就是不管是身边的给你也好 还是父母给你也好 就是我不能输在起跑点上 所以我小生国中的暑假就要开始补习 我国一的时候生国二的暑假 我就要开始准备国二的课程 我一定要一直不停地赢在起跑点上 因为我很怕输给别人这件事情 输给别人是一件让人非常惊恐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一直很赶 要一直很努力 不要落后这样子 那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正规的人生中 如果你从正规的人生中 消失了一整年 那个落后有多么可怕 一般来说落后一个暑假 落后一个学期已经够惊恐 落后一年 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说 用一个比较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用一种 奇怪的方法来形容 就很像说 你今天走在路上被车撞 你现在昏迷了 你在医院躺了一年 你醒过来你觉得说 天哪我怎么会落后了这么多 我错过了这么多事情 我觉得某种程度 从正规人生中 消失一年就有点像 用这个比喻这样子 OK 可是 我为什么 后来很开心的写了这本书 觉得它对我非常重要 因为 我活了24年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 25岁 我发现 哇 25年来 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年 居然是这一年 那为什么 就让我来跟大家娓娓道来 OK 我在大四的时候 在座都是大几的 有大四的吗 大四的帮我举个手 OK 只有一个 好 大四就是 要毕业了嘛 开始即将面对说 我人生下一个阶段 我是要念研究所 还是要工作 还是应该要更清楚 自己未来的方向 所以我在大四的时候 其实 我有个梦想 就是我想要做摄影师 然后我那个时候 也很幸运的找到了一个 很优秀的摄影师 他收我当他的助理 跟在他身边学习 有点像学徒这样 我在大四的时候 就开始跟在他身边工作 那时候的工作 非常的有趣 因为我们每天就是 看到林志玲啊 隋堂啊 白星会啊 艺人啊 什么之类 然后拍摄现场 其实我后来回想 我觉得很像 灰姑娘 就是你知道 艺人来的时候 可能是素颜 但是我们帮他 做很漂亮的头发 做很精致的妆 搭了一个很特别的景 然后我们拍照 然后到晚上12点 收工的时候 就全部都拆掉 就很像 你知道Sanderella 大家有看过那个卡通 就是她去参加舞会之前 弄得很漂亮 然后舞会结束之后 一切回复原状 所以那时候每天都是这样 一个跟生活经验 很不一样的一个 工作的一个经历 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 每天就是除了工作 就是闭上眼睛 睡觉醒来都在工作 然后因为是做自己 喜欢做的事情 也非常的干净 那工作一段时间以后 我就开始想说 我想要 我想要出国深造 就是我那时候大学 大学已经毕业 然后继续在工作 我想要去 我想成为一个摄影师 所以我想要去国外 念摄影研究所 我想要增加 我自己的能力 那我那时候想要出国念研究所 除了想要增加自己能力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 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我很怕输给别人 因为 那个时候我的同班同学 只要能够出国念研究所都 不一定是出国 就是在台湾念研究所 出国念研究所 大家都念研究所了 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 如果我不念研究所 好像矮人家一解 就是你知道这两个想法在我心中 我想要有更多的知识 但我也很怕说 挨人家一解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 着手从事出国 申请出国念研究所的事情 靠亚司 然后准备履历 准备作品集什么的 后来我也如愿地申请上了 欧洲几间很不错的摄影研究所 然后很开心 但是申请上以后 准备要登记入学 要缴学费的那一个月 我开始每天晚上做噩梦 然后梦里就是 梦里我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都记得自己的梦 我很喜欢去想自己的梦 梦里我就是在一个 悬崖峭壁上开车 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 九弯十八拐 有看过头文字笛吗 就是那种峭壁上开车 然后开车的时候 开车的时候 我觉得我 我好像一直在追什么东西 我要追上前面的某台车 还是某个人 然后我油门踩到底 我踩很快 可是我一直在流汗 然后那个汗就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开车的经验 那个汗就一直的遮住我的眼睛 然后我就 我心里一直有感觉是 我要出车祸了 我一定要出车祸 我等一下要么就是撞三臂 要么就是翻下去 然后我就跟自己说 你为什么不停下来 你踩刹车你停下来 你下车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再继续开不行吗 可是里面很差的冲突就是 不行 我要追上去 因为前面的车 他们都已经不知道开多远了 就是我不能停下 我停下来我就撩脸 那可是这个梦 我做了一个月 然后我就跟自己说 这个something wrong 就是我觉得这跟 我想要出国念研究所 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 所以最后 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思考 我后来决定就是 我先把这个研究所 给我的入学许可的资格 暂缓一年 就是我没有 我不要逼自己马上去念 然后我那个时候工作了 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 一年一年半 然后我存了 差不多将近台币20万 我就跟自己说 不然这样好了 我先带着这个20万 去欧洲旅行 看看这些 就主要是去看这些 我申请上 我过我向往去念的学校 我觉得如果我到了当地 我看了这个学校 然后我跟学校的老师 跟学生聊一聊以后 说不定我会有更多的想法 所以我就出发了 大家看到这张照片 我非常的强烈建议 就是很有趣 我当时出发的时候 其实就是 我觉得应该就是 我忘记是12月5号 还是12月8号 如果是12月8号 就是跟今天完全一样的时间 我觉得我那时候脑子 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行动派冲动的人 我真的是不应该挑冬天去欧洲 欧洲跟我们亚洲真的非常不一样 它非常的冷 而且那种冷是我们亚洲人比较不习惯的 然后我很喜欢开一个玩笑 就是人家说天时地利人和 我真的觉得天时很重要 我那时候选了冬天去 冬天的那个冷是会让你丧志的 你知道你会丧志到每天都不想出门 因为太冷 然后我很喜欢跟人家说 当年拿破仑 为什么会战败 因为他选择在冬天去攻打俄罗斯 他应该要选夏天 因为他的士兵整个就是冷到丧志 这样子 所以就是 你看连拿破仑都会犯天气的错 所以我非常的建议大家不要冬天去 除非你那边有很好的朋友 或者你只是去过个圣诞节 如果你是想要旅行的时候去欧洲 真的是不要冬天去 夏天去 OK 那我那个时候刚到欧洲 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把我的想要念的学校都看完了 然后跟当地的老师还有学生聊过 然后也趁这段时间去看了很多 大家很熟悉的欧洲的景点 爱菲尔铁塔 大笨中 荷兰的 红灯区 就是该看的都看了 就很开始 刚开始非常的兴奋 那一个月过后 我又开始很迷惘 我发现 我当初来的理由 我想要确认这些学校是不是我要的 但是我参观完这些学校以后 我还是拿不定主意 我觉得我好像又 我玩过大富翁 就是你又back to stage 1 就是被打回那个 你走走走走走走 又被打回原点 那心理很挫折 那那个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我旅行到意大利 然后那时候心情很不好 因为天气很差 很冷 然后欧洲冬天天黑很快 这不三四点天就黑了 然后东西又很贵 我工作了一年多的薪水 你就看到每天 欧洲消费很高 在流逝 然后心情就不是很好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我在意大利 住在一个青年旅社里面 然后那个青年旅社 那天晚上刚好就 我们是住在那种大通铺 然后就有两个台湾女生 因为大家聊了就发现 都是台湾来 就很开心就聊起来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他们是在美国念 这个深化的博士 博士生 然后他跟我说 他们的研究主题 讲完以后 还是有听没有懂 虽然他讲的是中文 因为那真的是 跟我的专业差太多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他们在意大利旅行完 他们要回美国了 因为他们要回去上 他们那个 回去上课这样子 要开学了 那他们就问我说 那你 你还要在欧洲旅行多久 你什么时候回台湾 你回台湾以后要干嘛 那我就很坦白跟他们说 我其实 现在人生中 走到一个点是 我有点不知道 我接下来要往哪个方向走 我本来以为我来 欧洲可以得到一个 人生下一步的答案 但是 我现在就是一个 搞不清楚状况的一个 状况这样子 他们当下也 台湾人都很温柔 他就 他也不知道回什么 他说那我们去洗澡 然后后来洗完澡 大家就洗灯了 那天晚上 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青年女士的窗外 那个雨很搭 我在被子里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悲从钟賴 我就开始哭 然后很怕吵到人家 就不敢哭出声 你知道就躲在被子里 很安静的在哭 然后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别人都 好像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干嘛 就是在美国念他的博士 人生的接下来 好像路都安排好了 那为什么我 我也很努力啊 可是为什么我活了24岁 我却很茫然 对我的未来感到很茫然 我在那一刻 有一个很清楚的感觉是 我讨厌的不是欧洲 不是这个很冷 这个什么 这个天气不好 这个物价很高 我讨厌的那个人是 叫做连美人 我非常非常的讨厌他 那 其实我那天晚上 就很想买机票回台湾了 但是 我后来早上醒来以后 我又觉得说 不行啊 我不是说要回来找一个答案 要来欧洲找一个答案 然后我不能就这样放弃 所以我就 跟自己说 我就是我要坚持下去 我就很倔强 我又留在欧洲 想说不管怎么样 把钱花完之前 钱没有花完之前 不要回去 然后后来呢 我就继续旅行 继续旅行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 奇怪有渐入家境 可能是因为 冬天过去 春天来 天气开始变暖和了 然后后来 透过沙发冲浪的关系 开始认识比较多人 交到很多朋友 然后也因为 沙发冲浪的关系 省了旅费 所以开始渐渐习惯 最后来我发现很有趣 其实我是后来才听说这个理论 他说所有的东西 你都要给自己三个月的适应期 不管是一个工作也好 跟一个人交往也好 或是去一个地方念书也好 前面三个月 那个是一个阵痛 就算旅行也是 你要去习惯 所以我还发现 三个月后 我的状况比较好 然后很有趣的是 我在旅行有一天 我在一个地铁站等我的朋友 然后我在地铁站出口等我朋友 那天突然很热 我穿着一双雪靴 然后我就 因为很热嘛 然后我就等我朋友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然后我后来真的受不了 我就把靴子脱掉 就光脚坐在那个捷运站的外面 等我朋友 然后那时候从捷运站出来的人 看我的表情就有点 就有点 觉得这个女生是不是 很奇怪 你想想看 如果你现在在VRT 看到一个女生光脚坐在那边 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 他们看我的眼神 就有点 匪夷所思 其实当下我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觉得有点尴尬 想说要不要把鞋子穿回去好了 可是过了两秒钟后 我突然觉得 心中一丝窃喜 我想说 你们觉得我好笑就好笑 反正你也不知道我是谁 那我就摆烂 但是很有趣的是 我摆烂的当下 我突然就觉得说 哇 好自在哦 就是 那种感觉就是 你知道大家有看过 金蝉那个 他脱壳吗 薄薄一层壳 跟他长得一样 我那一瞬间就觉得说 哇 我好像 觉得很轻盈耶 好像某一些东西被我卸下了 我后来才知道 那个东西叫做形象 那形象是什么 形象是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身边的人 他们对我们熟悉 他们 他们觉得说 连美恩就应该是一个很活泼的人 连美恩应该就是一个 很会讲话的人 他不怕神 每个人都有一个 你的环境 或你对你自己的既定的形象 但是那个形象 它是不是 你与生俱来的 不一定 就像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妈妈会骂你说 姐姐就是要照顾妹妹啊 姐姐就是要做妹妹的榜样啊 妹妹你就是要尊敬姐姐啊 你就是要听姐姐的话 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 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心里是有一些抗议的 可是你久了90年好像习惯 你觉得这个就是 好像理所当然 所以形象也会变得有点理所当然 但是我在欧洲旅行的时间越久 我开始问自己说 这个形象 真的是我本来有的形象吗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在台湾长大 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 我从很早就发现 我不是台湾人觉得的美女 然后台湾的美女就是林志玲 你要很纤细 你要很白 你眼睛要很大 讲话要轻声细语 所以我很早就发现我不是美女 这辈子也没有机会变成美女 所以我就走可能搞笑路线 或是走古灵精怪 还是走甚至走男孩路线 你知道我觉得男生有什么了不起 你们都喜欢林志玲那种女生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很没品味 就是诸如此类 可是很有趣的是 我在欧洲的时候我发现 对很多欧洲人来说 他们是用美女来形容我 那这个让我很震惊 因为我开始思考说 所以在不同的地方 同样是连美恩 连美恩没有变 在台湾她绝对不是林志玲那一卦 但是在欧洲 有的人会觉得她是很有吸引力 很漂亮的一个女生 那我就开始思考说 那我到底是谁 我的形象是什么 然后呢 我就旅行 这个时候我已经旅行 差不多六个月了 开始有很多对自己的自我讨论 然后这时候我从我的旅行中 遇到的人开始产生很多灵感 这一对是我在西班牙认识的一对情侣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在他们家住了几天以后 我发现他们之间的 有一个状况就是 其中他们是一对同志情侣 然后其中一个人 他是一个很知名的设计师 另外一个人是公务员 那你知道公务员的生活就是 很朝九晚五很稳定 准时上班准时下班 但是设计师他非常的忙 他就是 我住在他们家差不多四五天 我只有第一天跟最后一天 还有中间很短暂的见了他一下 然后他都很忙 他就是一直在忙不同的案子 那可是我从他们的互动中 我有感觉到说 这个公务员他 有一点就是 有一点哀怨 觉得说 他心中的感觉是说 我会很同意你在追求你的梦想 但是身为你恋人的我 我觉得我没有被满足 我被陪伴这件事情没有被满足 那那个时候 我观察到他们两个之间这个 一个好像感情上的一个不对等 还是说一个 怎么讲 不 就是一个拉扯 然后我要走之前 我那时候就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动 我就跟他们说 我很想要用你们两个人的这个关系拍一组照片 然后可不可以请你们让我拍 然后他们就说好 那我就说可是我有个但说 就是那个拍的时候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穿衣服 他们就当下眼睛就瞪很大 他们就说 他们可能没有说你是变态 他们只是说 我们可以请问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想法 我说因为我觉得感情这种东西很赤裸 我觉得穿衣服好像会削弱那个力道 所以我后来就帮他们设计了这个故事是 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人很忙碌在做自己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就是他在吃早餐 看报纸 可是他没有发现他的伴侣已经死亡了 在旁边死亡 就是我是用死亡来象征心死这样子 就是被忽略太久 心已经枯萎 那另外一个是他准备在刮胡子准备去上班 然后他的伴侣在旁边很渺小 他觉得他在这种关系之中很渺小很不被重视 那其实拍完这组照片以后 很意外的这组照片 获得西班牙当地Horizon杂志的喜欢 他们就选择刊登这组照片 然后大幅的报道 那对我来说也是很惊讶 因为我的作品从来没有上过任何杂志 然后第一次就是上了西班牙的杂志 我觉得我很受到肯定也受从若惊 然后后来我想跟大家介绍三组我拍的东西 然后第二组我是在伦敦 这个是一个银行家 然后他非常的优秀 他是牛津的学士剑桥的硕士 然后他是念数学 他是在英国非常知名的银行上班 但是因为他曾经出了一个错 所以他就被裁员了这样子 那他被裁员以后 后来我们是透过沙发冲浪认识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聊天 他就跟我说因为 他说他这一辈子都很完美 但是因为他在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所以让公司损失了一大笔钱 所以他就被裁员了 然后之后这件事情让他得了忧郁症 他一直很想自杀 他觉得这是在人生中的污点 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是一个很完美的 他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个污点的存在 他一直很痛苦一直在看心理医生 然后我们后来变成很好的朋友 有一天他就跟我说 美恩啊 他说我要想要去参加交游网站 然后想要就是想要有一张照片 你要交游网站上有一张照片 就跟Facebook一样 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拍一张照片 那我就说好啊 那你有没有想要拍什么样的感觉 他就说没有 我想要你拍你眼中的我 然后我就说好 然后我就开始思考 然后我们一直到拍照那天 我都没有让他知道我要怎么拍 但是等到拍照那天 我就请了一个特殊彩妆师 就是做特效的 就大家如果看过英诗录 就知道那种特效彩妆 把他半张脸就是做成 就是烧烂烫伤这样子 那他当下还是很惊艳 他就问我说 你怎么会想要这样拍我这样子 就是我在你心中是长这样吗 而且这我是交游网站要用的 那我就说 可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 都有不完美的地方 你在我看来你的外表这么完美 你有六块腹肌 你是剑桥的学士 你有进的硕士 你这么优秀 可是你一直被困在那个 你跨不过去的不完美 那我觉得所以 我看到的你的灵魂 其实不像你的外表这么的完美 其实你的灵魂是有一部分是有残缺 而且它是越阔越大 这就是我看到的 那他也觉得很有趣 我们后来拍完这组照片以后 讨论了很多 其实他觉得 他有跟我觉得说 他心灵有受到疗愈这样子 而且其实很有趣的是 后来这个照片真的 他就真的放在交友网站上 结果他因为这个照片 认识了他的未婚妻 后来他们就结婚了 OK 蛮奇妙的 最后一组作品我要讲的是 我在伦敦 其实我那时候非常不喜欢 我后来选择在伦敦定居 然后我现在在伦敦已经工作了六年 但我刚到伦敦的时候 我非常不喜欢伦敦 因为我到伦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那天地铁罢工 然后我在搭公车的时候 你知道因为地铁罢工 所以交通整个大乱 然后我在搭公车的时候 原本20分钟的车程 要搭一个小时 然后那个 我记得很清楚 车上挤满了人 但有一个90岁的阿伯 他站在那边 但一个小时内没有任何人要让座 然后我那时候对这个城市 真的是觉得有一种 不可自信 失望至极的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真的觉得伦敦 是我见过最冷漠的城市 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 设计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女孩子 她早上醒来 然后她穿着她的睡袍 走到伦敦最热闹的一个地方 就是大笨中 西敏寺大笨中的下面 然后拿刀出来割碗 而且割碗的时候是 大家都好像没有看到 就继续路过 就跟我觉得 一个小时都没有人让座 给一个90岁的阿伯一样 就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 这是我对伦敦的一个感觉 那其实我在扣过 其实这几组照片 到后来 其实让我跟很多欧洲的设计师 服装设计师 艺术家 变成很好的朋友 一起合作很多作品 因为他们很欣赏 我作品里面的一些元素跟特质 那我也是后来回想 我才发现说 我归纳出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 就是我发现我对于关系这件事情 非常的着迷 就像我刚拍的第一组那个情侣 我对于人跟人的关系很着迷 第二组那个银行家 人跟自己的关系很着迷 然后最后这个割碗的 人跟社会之间关系很着迷 我后来发现原来 我在做的时候我不知道 但我后来回头看的时候才发现说 原来我在做这些的过程中 我找到了我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 就是我对关系这件事情 他在我的创作上 我对关系这件事情非常的 有一个很深入的一个着迷 很深入的认识 然后后来在我工作上 变成我很强的一个特色 这是一点 第二点是 我后来回台湾以后 我就给我的老板还有我的朋友 看我在欧洲旅行的时候拍的 不止这些那还有其他的 然后他们就很惊讶 他们就跟我说 哎哟 他们说美恩你是不是去欧洲的时候 偷偷去了一个什么补习班 还是偷偷遇到了一个什么人 然后他教了你两招 不然怎么会你在台湾那时候 我们都没有觉得你可以拍出这些东西 为什么你去了欧洲 你就可以拍出这样的东西 就让我们很吃惊 你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人 还是去了什么补习班 那其实我后来回忆起来 我了解说其实不是 我并没有遇到了什么事情 但是我只是选择把我 面对我心中最深的渴望 其实我在台湾 我不会敢拍男生裸体 因为我很怕人家说我是变态 然后很多很多 其实你心中的一个想法 你很容易就把它扼杀掉 因为你会觉得说那别人怎么想我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会跟大家聊形象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很怕别人怎么想我 但因为那时候我在欧洲 我已经不care 我光着脚在捷云站门口 就是那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开始 我开始很选择相信自己 说我去做我心中 就是想做那件事 我非常在乎别人怎么想我 很多时候我去演讲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美恩你人生中工作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挫折 我每次都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 事情不如意 只是说它需要花时间去修正 或者说还有进步的空间 可是我后来发现 人生中最大的挫折是 你不相信你自己 你嘲笑你自己 你霸凌你自己 你选择很多事情 你不是做不到 而是你不敢做 所以我觉得外在的限制 不是最可怕 你自己把自己囚禁住 你不敢去做 你想做的事情是最可怕 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故事是这样 就是在上帝的花园里面 有种了很多花 然后有一朵花 它很受到上帝的宠爱 然后上帝就跟他说 小花 你可以开成各种 你可以开 你可以选择你想开 因为一般的花都有固定的颜色 紫螺蓝就是紫色 可能玫瑰是红色的 什么什么 什么小橱橘是白色的 但是上帝就说 小花 我特别恩待你 我让你选择开出你想要的颜色 你想开什么颜色都可以 然后小花就开始想 那我要开什么颜色 然后小花的朋友也开始 就是全部都过来 有人跟他就说 红色很喜气 黄色很平易近人 紫色很特别 那小花她不想得罪别人 她觉得说大家的意见都很好 大家也都是关心我 大家是为我好 没有人是要扯我后腿 大家只是想要给我一些意见 但是后来她被这些意见 就是搞昏头了 她也没有花时间去好好思考说 她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那后来时间过去 上帝就跑来跟小花说 小花 你再不决定你要开什么颜色 花季要过了 就是case close 那小花就很紧张 她就赶快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最后她就开了一个粉红色 然后她开花那天晚上 天黑以后 大家都睡着以后 小花就开始哭 因为其实她发现 她没有给自己一个机会 去好好思考 她是谁 她想要的一个 呈现是什么样子 所以其实我今天 跟大家分享这个消失的一年 我很想要跟大家强调一个点 是为什么我后来 去各地方演讲 说我都很鼓励同学 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给自己一段 一个流浪或壮游 甚至是一个远离 你原本正规人生的 一个休息的空间 因为这就是我 一直很希望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不管我们面前还有多少东西 必须学习 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给自己一个 独处跟消化的时间 因为唯有透过一个 这样的过程 你才有机会 跟自己更贴近 谢谢大家